員警前入屋內 打開臥室 壓制赤裸上身的熟稅男子 來 警察 起來 警察 起來 幫頭 起來 起來 趴下 趴下 員警上前就使出電擊槍 男子看到大批警力 嚇到不敢亂動 另一個房間還有兩名睡覺男子 全都是販毒集團 警方在洗衣機內 找到進兩千包毒咖啡 喊上白包K他命 甚至還有服用後 就會嚴重脫緒的喪失煙彈 同樣是販毒 竟由香港黑幫勾結台灣毒銷 從瑞士寄出一個可疑的沐浴鹽包裹 裡頭竟然藏著10公斤K他命 來 先起來 慢慢起來 一對香港情侶 今年6月來台假觀光 實際是領取毒品包裹 再從台北南下台南 警方一路監視 最後將8人逮捕送辦 另外在高雄 新市局追查發現 詐騙集團把男子區謀海鮮超市 當收款據點在洗錢 經手金額竟然高達6000萬 被害人遇百人 全案一涉嫌詐欺 血錢防治法及組織犯罪條例等 罪嫌移送偵辦 警方現場查扣多輛豪車 將蔡新男子等31人移送偵辦 避免更多人受害 記者盤見人曹文寧 台北高雄報導 福利分ól 建高雄 武 英國 notice 根項 復 3 ve